哈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鲜 那今天呢 我们在复盘之前呢 还是聊一聊这本书啊 来探讨一下这个喜思它的交易方法啊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 就是不要擅自预测市场啊 这是喜思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啊 就是我们先要了解一个概念 就是概率的概念啊 这个概率的概念肯定是有的 但是呢 人们往往用的方法不太对啊 然后他举了个例子呢 就是投硬币 还有摇闪的这个例子啊 那比如说呢 现在硬币呢 我就你和我打赌 现在硬币呢 出现正面 还是出现反面啊 那硬币呢 现在已经出现了十次正面了 那是不是我们就会认为第十一次 他出现反面的概率是特别大的 对吧 第一十一次出现反面的概率是会很大 他普通人是不是都会这么认为 但是呢 其次认为这是不对的啊 每一次新的这个投掷 它的概率正面和反面 出现的概率呢 都是百分之五十啊 每次都是百分之五十 为什么就认为第一十一次 他出现的概率就会很大 这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呢 都想找这个平衡啊 就认为出现了这么多次正面 他肯定会出现一次反面 那你这种思想呢 就是想找平衡的这种思想 如果拿到市场上面去 它是非常危险的啊 就比如说现在市场 它已经涨了十天了 那我们就会认为第十一天 它肯定会跌了 这种思想也是怎么样 也是不对的啊 我上个视频呢 跟大家分享了喜思 它的这个交易的大原则是什么 就是上涨的股票呢 它会继续上涨 下跌的股票呢 它会继续下跌 它现在涨了十天了 你凭什么就认为 它第十一天 它就会涨 你这么想法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怎么想 它涨了十天了 它第十一天 它还会涨的几率会很大 所以呢 我们千万不可以忘记这个大原则 这个就是喜思他说的 就是我们不要擅自去预测市场 这个大家能不能明白 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在市场上找平衡 它现在涨了这么多天 它三个小时都涨 它第四个小时 我是不是我该做空了 就做短线的朋友 是不是 就想在市场找这种平衡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 喜思呢 它提出它的交易方法 其实就是股票上涨 那我就买入 买入的股票开始下跌呢 我就卖出 然后不要买下跌中的股票 然后他还强调了一点 就是不要在市场回调的时候买入啊 为什么不在回调的时候买入呢 因为回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市场它在下跌的时候 那我再想一下喜思的大原则是什么 就是不买下跌中的股票 对吧 所以回调的时候 它股票已经是在下跌了 你就不可以再买了 那它是在什么时候买呢 它就是在股票上升的时候买 那它在书里面还说了 就大多数人呢 都是觉得股票上升了这么快 我在现在买的话 是不是有点晚了 我们要等到股票的稍微调节一下 价格稍微低的时候我再买入啊 上升的时候买就觉得好像有点晚了 喜思就说呢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股票上升的话 它继续上升的概率是很大的 那这个时候有的朋友就会说 他喜思这个方法 是不是感觉有点追涨杀跌了 那追涨杀跌为什么就说它不对呢 谁规定追涨杀跌 它就不对了 再一个我想强调的是 喜思告诉大家的是它的想法 它的思考 而不是具体的方法 其实喜思它用的工具就是蜡烛还有移动平均线 就这两样 你就说这两样它能变化出什么东西 所以它厉害的地方在哪 它就是思考很厉害 那其实做交易啊 做投资的这个东西啊 是特别难聊的一个话题啊 大家都认为赚钱了 你就是正确的方法 你止损了 你输钱了 你就是错误的方法 尤其是那些做短线的朋友啊 就是这个月赚到钱了 就感觉自己特别牛逼了 就已经完全大神了 现在就 或者说今天赚到钱了 就觉得这个自己这个方法就很牛逼了啊 那喜思他在书里面说了 我不可以追求胜率 我们追求的是我们总共的输赢 我们总共的赢亏 那我为什么跟大家复盘十年呢 有很多朋友都说 你这个方法赚钱太慢了 你赚不到钱呢 你就应该做短线 你这赚钱太慢了 我想奉劝大家 你做短线可以 但是你有没有说有一个期间 有很长的期间 我就问你 你做短线 你想做多少年 你就一年就完事了嘛 一年赚到钱你就不做了 你这一年你赶上 你赶上你这个方法 正好对准了这个这个市场 那可以 但是你要做多久 这个期间是多久 我现在追求的是什么 我现在追求的是稳 我每个月哪怕我的盈利能在10%左右 如果这么稳的话 我就敢把钱投进去了 我就问你 你做短线 你赚到钱了 你敢把钱投进去吗 所以说我们复盘 我讲喜思他这些这些目的呢 是为了我们追求稳 我们要跟这些就在市场混迹20多年的人 我们学习他们是怎么交易的 那喜思呢 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是什么 就是止损啊 那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 等我下个视频 我再跟大家聊一聊喜思他是怎么止损的啊 好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欧元美元10年复盘的第七回啊 那很多朋友问我这复盘软体什么 就是这个啊 freaks test 以后不要再问我了 我把它写在上面啊 然后我的交易原则 我的交易工具 还有的复盘目的呢 不是为了教学 而是验证我的这个交易方法啊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复盘 好那上个视频呢 我跟大家复盘到了这里啊 就是这一波趋势啊 一二三三天的这个下跌走势 那我抓到了 那我就不明白 就是做短线的朋友 就这段时间你们怎么赚钱才能比这个抓一波趋势赚的快呢 你就在这个小的范围内 你上下做 上下做 能做到你就胜率这么高吗 而且还累的不行 一直叠 一直盯着 我觉得这种方法挺稳的啊 就是就是完全按照洗字他这个大原则在进行做啊 就是你没办法把每一次一笔交易做的很好啊 你不可能做到的 那上有很多朋友跟我提出意见 那我也有听啊 我知道大家就是想跟我探讨一些交易方法啊 那就是每次事后你都能想得到 那其实你没有办法在真正实践的时候把每一笔做的好 那其实还是那句话 就是不要追求胜率 就你总体来看 你盈利了就是可以的 而且你做交易的时候能轻松的对待 你就像有的朋友说啊 你这这么长时间你不熬吗 你为什么要熬呢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在考虑熬呢 一个小时你看一次这个走势图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 为什么就觉得你自己在熬呢 所以我觉得大家做短线 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这个欲望太强了 跟我当初是一样的啊 总是想快点成功 迅速成功 今天我就想见到钱 而不是考虑的是这个整体 不是考虑的长远啊 我们接着复盘吧 那我们看这波趋势他能走到什么地方啊 接着走 确实现实的时候 这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 是吗 这么早好像 感觉时间确实有点长啊 生活是美好的 你还想想 不光全是只有交易啊 你要能在一边交易 然后一边还能做别的事情的时候 你这样又享受生活 还能做交易 不是挺好吧 这段时间就基本上就下跌了 这段时间也没有什么代表性 我去他这个下跌多长时间啊 快点吧 这时候下跌呢 我们就找出他这个要进入盘整期 或者说反转期 你这个反转期和反转期 他什么时候结束 谁也不知道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只能耐心的等待 吃仓 你不能转 就是从头转到尾 但是你就是也能 现在你已经有利润了 你为什么就是要那么快把自己的这个这个盈利个值给那个结束掉呢 这个写思那里面那本书里面也提到啊 我以前就是呃做法其实跟大家一样啊 但是我就是看完他那本书我就开始复盘 因为我觉得他到了那个地位的人啊 他说说的话肯定是肯定是比比周围认识那些朋友说的人那些话都是对的啊 他说出来的话绝对是分量极重的 我们一定要去听的 一定要去参考的啊 然后呢 不光他说的话我们要听 我们也要去实践一下 用自己的交易方法去实践一下 或者说大家觉得我这个这个跨度太长了 那你可以自己复盘五分钟还有一个小时 你看一下啊 然后也是用了他这个思考方式 你自己去试验试验一下 我因为我之前有试验过嘛 就五分钟和一个小时 就是觉得啊 十个点我就跑十个点就跑 我觉得一点都不帅气你知道吗 就像这个小偷一样啊 这有个上到这来了 他稍微再起来点我就只赢了 我去 确实这段时间一次两次三次 他其实到出现这个这块的时候我就应该只赢了啊 好吧你们接着接着低死我吧啊 好的那我现在又只赢了 他因为他出现了三条这个大阳线啊 看我现在是七月三十二到八月一号 应该是六个月半年的时间 现在的思想就是还是看空 哎我觉得应该看多了吧 我是不是应该看多了 我在这 一次两次 在这做多一单 这个时候呢 我就止盈就稍微短一点 到这个位置左右就止盈 止损呢 到这个位置就止损 好不好使 好不好使 洗丝呢 他也是有做日内 他也有做这个 长线他一般最长应该是三四天那样吧 吃仓三四天那样 就是他 用的这个教育工具 我刚刚刚刚才他说就是蜡烛图和移动平均线啊 我觉得他蜡烛应该看的是 啊一个小时他肯定是看的 还有日图他应该也是看的 应该是这些啊 看到没上去 他能不能再下来点 fuck 止损了 哎 止损你就上来 止损你就上来 哎呦我去 你就看这个恶不恶心 你就看这玩意恶不恶心 就这玩意 就这玩意 fuck you shit 看能不能突破这下来了 下来我就做空 这什么就是看空的点 这叫什么追掌杀爹是吧 看我追掌杀爹的代价是什么啊 今天我们来看看追掌杀爹的代价是啥 fuck you shit 这段我能不能掐了不补啊 这段我能不能掐了不补啊 这什么玩意啊 在这个位置应该止损啊 好吧 这都到这了 我稍微上了一点 我再止损 好吧 这就是追掌杀爹的代价 你们满足了吧 你们满意了是吗 哎呀我去为什么呢 我还要做空一点 再等一等 哎 我为他有起来了吗 这段时间就是 比较可惜人了 看他没有下来的意思啊 给我整呢 我现在贼紧张 啥也不敢整 我一般的话 我就是 自己复盘 我就做空 哥 哥 你又上去是吧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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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 这我是不是 盖子 确实这段时间可能做短线 只能赚到钱啊 哎我去 他这要上涨啊 是这意思吗 他突破了这个上面那个 那个均线我就不玩了 这这之间我做趋势 这段做趋势跟踪就是 就是死了 这是最难熬的时间 这段时间 上来应该数多少点啊 这段时间最难熬了 哎上来我就止损吧 真上来啊 我 伤心了不玩了我不够盘了 朋友们 我下期不不录了行不行 看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半年赚了212个点 就这盘整期间被干了 哎我去这一段 这一段这一段真是 这段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这又是妹把握好自己的原则啊 就不应该说这么大的 这我有点有点 有点太这个 太不认真的做了啊 好吧今天先落到这让我回家 反省反省啊 那你看我今天这个复盘 你可以当一个反面教材啊 然后下次看到这个 这种情况上 你要怎么避免 是吧 好今天就到这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